大家好,我是苏小河 这个我们是每天扯一次,叫一日一扯 今天我们扯什么呢?我们扯扯就业 我想应该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包括我,在这样一个百业凋敝的时代 我们怎么养活自己,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过了一个史上最长的春节,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春节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去做什么工作养活自己 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 我们怎么去解决 我希望我通过这样一期节目的分享 能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 我们知道春节前后,从12月份以来到现在 真的是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停摆 而且这种停摆的态势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 现在几乎也开始波及到全世界了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 当然主要是指中国了 现在国外的情况还没那么糟糕 主要是中国,中国的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它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它遭到了怎样的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我称之为是百业凋敝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我们靠什么才养活自己 养家糊口,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产业 叫做什么养制业 养鸡养猪 养鸭 诸如此类的 这个养制业主要是在农村 它的毁灭程度是百分之百 因为是从过去的这个猪瘟 这么一路蔓延过来的 它遭遇了几次打击 所以这个是百分之百毁灭了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肉类 所有的肉类 鱼类肉类都非常贵 风涨价格 一般人根本吃不起 接下来还有更贵的时候 我们要做好饲养准备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电影 整个影视产业 电影产业 所有的电影院都歇菜 所以这个中国的电影 从去年很早就开始 就开始出现一个史上最残酷的衰败 但是它的衰败的起因并不是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原因 而是起源于这个范冰冰和这个叫做什么崔永元 崔永元他们之间的一个 还有冯小刚他们之间的一个格斗 由这个崔永元举报这个演艺 演艺这个阶层 大面积偷水漏水 导致这个所有的这个演出公司 所有的电影公司 所有的艺人都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 风险 所以大家都歇着 所以网上传出说 樊冰冰也去当网红去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电影也已经就开始衰败了 基本上那个时候就衰败了50% 因此这么一个春节前后一过 百分之百全部歇菜 所以第三是什么呢 是旅游啊 今天的旅游店也是面临着一个百分之百的毁灭 这个年头如果还出去旅游的人 估计要么就是精神错乱 要么就是这个什么太特立独行了 觉得与众不同 生死知之度外 反正总是非常特别的人 这个现在旅游的人是很少的 但是呢比前两个年还要稍微好一点 大概有一个99%被干死了 还有1%的人可能有的人还是在路上 否则的话你没有那么多人 这个在飞机上做来做去了 所以第三呢是旅游业 是毁灭的99% 第四是什么呢 第四当然就是餐饮了 这个餐饮业是非常的遭遇到重创 几乎是百分之百 现在这个年头还有人出去玩饭局的 参加饭局的 还有人出去餐馆吃饭的人估计是很少的 我们就估计算它是99% 还有个别有个性的人 估计是买点什么永活豆浆 就是take out的那种东西 是有可能的 但是真人二八斤的什么hotel 还有这个restaurant 都估计都已经关门了 99% 第六是什么呢 就是交通 交通运输业 今天的中国的城市里面的马路是最安静的 是车辆是最稀少的 今天中国的高速公路上面也是最安静的 今天的高铁上面的那个工作率是史上最高的 今天的飞机也是这个空坐率也是史上最高的 所以这个前一段时间出台了一个政策 说高速公路全全国免费 但是你免费人家也不会去了 因为你没事干 而且也不安全 所以大家都不去了 这个交通运输业完全停摆 我们就算它是85% 这是有人统计出来的 通过这个大数据 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出来的一个结论 第七是什么呢 是这个石油行业 石油行业是跟着交通行业去走的 因为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摆以后 那加油的人就少了 使用油的人也就少了 所以石油行业的这个毁灭性打击还不至于 但是也有一个80% 基本上停摆 所以这几个月这个中石油中石化 这个是非常的痛苦的 中国的几家国有的公司 还有些加油站也是非常痛苦的 前两天说爆出说什么什么 液化天然气这个面临一个断档危机 进口危机 我觉得不是哪个国家的 或者说俄罗斯或者乌克兰 或者是什么美国 说不给我们提供天然气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觉得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这个中国的 几大石油的巨头 几大这个天然气公司 他们资金严重匮乏 缺乏流动资金 这个由于他们的这个一线的 在市场一线的门店 比如加油站 比如这个加息站之类的东西 没有运营 导致这个整个公司 现金流这个断裂 没有钱进口了 这个时候估计是 要说给这个官方的人听的 比如说给我远听 要特批钱 要进天然气 否则的话 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家里的灶 都接不开锅了 没有这个气做饭吃了 第八当然就是建队业了 今天所有的塔吊 所有的城市 你的高楼的正在建设的 都基本停摆 因为没人上班了 大家都不上班 没有复工 所以很正常 这个建筑业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 是归在一块的 这个我这些年 不断的呼吁我的朋友 以及我那时候 有微博的时候 没有被和谐的时候 没有被吃掉的时候 我基本上隔一个星期 我就提醒大家 如果你现在没有房子 就不要买房子 如果你现在有房子 赶紧卖掉 房子 它是一个哪一家的 这么一个地雷啊 今天不垮 它是因为共产党 不想让它垮 它共产党不是说 共产党有这个本事 不让它垮 是因为共产党 它需要维护 维持这么一个泡沫 忽悠你们这些韭菜 让你们不断的进去 给它维持一个 一个新鲜的血液 然后维持它的那种独裁的 一种经济和一种泡沫经济 中国的房地产 它的实际价值和它 和它现在体现出来的这个 这个资金价值 资本价值完全不对的 史上最大的地产泡沫就是中国 都是由这个中国人民银行 超发货币引起的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 完全完全全的是一个货币故事 是一个泡沫游戏 没有任何价值 这个中国的 中国人的实际的收入水平 也跟这个现在已有的这个房价的水平 完全不匹配 但是共产党要拖起这个东西 因为它没有别的经济增长点 只能靠房地产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有兑现 有很多人在那里嘲笑我 说这个姓苏的 天天说房地产要垮 但是他就是不垮 谁能想到 有的有的时候有些力量啊 就是人的理性预测能力是有限的 最后是因为今年春节前后 这么一场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事件 就导致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完全停摆 它的毁灭程度呢 也是到了一个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吧 就这么一个 所以今天的房地产公司 是很艰难很艰难的 非常艰难 今天你在上海北京广州啊 这几大城市 如果你有几套房子 如果你还没卖出去 那你就从此告别了有钱人的生活 你这个中国人喜欢持有房子 这种怒怒 怒喜啊 最最终一定是恨恨的这个 惩罚你 恩来西曾经在北上广啊 拥有几套房子 在即使把它卖出去的人 而且把钱已经转到海外的人 恭喜你 你有福了啊 你做了人生最重大的决定 这个东西再也不会回来 你没有机会再挣这么多钱 你没有机会再拥有这么多财产 你的所谓的财富生活 从此也跟你告别了啊 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很有眼光的啊 第九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金融业了啊 金融业 这个金融业也是跟房地产有关的 因为中国的金融在某种意义上 有有大概有30%的这个份额 是与房地产有关的 因为就是住房贷款嘛 这个有三大这个贷款方向 都是走房地产的 一是政府的贷款 政府贷款你要卖地嘛 什么买地卖地啊 你先要买嘛 再要卖嘛 他都中间有一个金融手段的 都是找银行贷款 第二是这个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都是这个叫做什么 四两拨千斤的 自己有一个亿估计要带100个亿啊 自己有100个亿估计带1万亿的这种水平 完全靠银行 第三就是每个买房子的人啊 都是首富 有的地方是您首富 完全靠银行支持 有的人交了20% 30% 30年 完全是银行拖起了这个中国房地产游戏 现在房地产这个已经亏空了 已经凋敝了 那金融市场银行 那肯定也就不行了 相应的其他的这个非银行产品 比如说保险啊 证券啊 诸如此类的东西也都随之就凋敝啊 这个这块重伤稍微要小一点 大概有个35%到40%的样子 所以中国的这个九大产业啊 各个产业都凋敝 这是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从来过去40年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而且看样子还会继续凋敝下去 让人非常的紧张 就是到底是这个复工呢 还是不复工呢 到底是现在开始启动经济呢 还是不启动呢 这是个很让人这个头疼的问题 这个而且与每个人的那种安全心理有关 不是说你习近平一生命一下 然后复工大亚局复工的很麻烦啊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凋敝的产业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叫做什么啊 在这样一个百业凋敝的时候 有哪些这个行当有哪些产业 他反而这个历史而上还过得还不错呢 我告诉你第一个产业是什么 第一个产业当然就是在共产党里面 第一个产业是维吾人员呢 维吾人员这个那些 那些国宝那些警察那些城管啊 都变成了这个维吾人员到处抓人 这个那些由一贯半职的脖子上戴着红袖章的人 是目前收入最稳定的人 第二个阶层的人是什么呢 是网上的这个五毛啊 所以最近兴起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这个言论呢 都是要靠五毛推动的 现在网民还是有点常识的 一般的没有被收买的网民 他不会行这一套的 比如说这个啊 有谁谁谁啊 说要说要改了 然后要五毛要转的呀 要贴的要赞美的呀 然后一堆的人在下面就跟你贴好 好习主席伟大啊 习打他了不起啊 这都是五毛在做事情啊 这个据说有五毛脱签工资的现象 但是呢总体来讲还是能够发点工资的 过日子没问题啊 可能过去是五毛吧 现在过去是五分了 但是总归还是有钱啊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这个就是此时此刻啊 就像我在这里说话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在网上盈利的啊 比如说你说有一个微信公号啊 啊你能你能赚点广告费啊 有没有有点打赏啊 就是所谓的在网上搞这个自媒体的人 这是第三个有钱挣的人啊 第四是什么呢 第四就是这个快递啊 快递这个前前两天好像这个李克强 专门接近的一些快递人员 说是这个无名英雄啊 这个这个哎搞快递的人啊 啊虽然卖的是苦力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生意并不见少 因为很多人在家里 他需要快递给他送东西啊 所以快递快递员啊 快递小哥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日子 过来还可以 那么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线上教育 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小学不能上课嘛 所以他就这个什么啊 就网上教学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网上培训的 网上教学的啊 就是所谓的知识付费的产业还可以啊 可能比过去要差很多 但是差很多他还是有 他不会是完全归零啊 这个有很多产业都还是可以的啊 然后第六是什么呢 就是药店 尤其是网络网上药店 比如说这个中国有一个这个网络的 医生和网上药店都还可以 我中国有一个这个网上的这个医生平台 叫春雨医生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还可以的 第七是据说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资讯师通过电话 通过这个微信啊通过这个互联网 进行心理资讯的这个产业还可以啊 第八是什么呢 第八就是你在家里你有这个 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堆的藏书 我这是一本一本的卖出去 比如说我在家里 我可以做点这个土特产 比如说我的比如我湖南人的 这个豆腐乳做的做的不错啊 比如说我有一堆的这个 纳肉纳鱼存货 我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去手工制作嘛 然后做一点东西出来 然后通过网上在快递小购再发出去 这也可以挣点钱啊 凡此种种吧 总之呢就是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过去呢都是自以为很很牛的 很自信的产业都不行了 现在一些边缘的产业反而还可以 这就意味着一个什么现象呢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DIY的时代啊 就是你必须要靠自己来做啊 就do itself 这个这个东西DIY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 就自己做了东西 然后自己养活自己 算是这个在加拿大那边的话 应该叫做自雇人员啊 在中国的叫个体户啊 叫手工业制造者 就这种东西在过去看来是非常不起不起眼的东西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反而更更有意思啊 说起这个DIY啊 我要跟大家去叼点 叼点书袋啊 这个曾经有这么一个未来学家啊 未来学家 叫做这个什么啊 叫做托夫勒 美国的一个未来学家 我查了一下啊 他这个人呢 我们在小时候是读过他一本书的啊 叫第三次浪潮啊 他这个人呢 就是就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社会啊 大概这个一两百年之内啊 会兴起一些怎样新的职业 或者新的产业 说的是头头是道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他提前遇见了今天的态势 你想想他是80年代说这个话的啊 完了以后这个过了40年以后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当时的这个对未来的那种产业 职业的描述都成为现实啊 比如他曾经提提出过 以后这个人呐办公啊 他会以公司为中为轴心啊 这是第一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人 依附于一个公司的人 比依附于这个官府的人更多啊 所以虽然今天的中国人 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考公元的多 但是最终就业的还是去公司的多 那多的多的多啊 估计是100比1啊 大概有99个人去这个啊 99个人去公司 一个人留在这个什么啊 99比1啊 就这个样子 嗯 另外这个他还提出一些 就刚才我说叫DIY啊 就你自己动手做 自己雇自己啊 完了以后你会把实际什么都搞得很好 这个东西你在美国就更明显 美国很少有人找别人去做那些家里的私活 都是自己干啊 然后就其实你也赚的钱 等于是赚的赚的钱 第三是他提出的一个是SOHO 啊我们在北京是上海都有SOHO的啊 SOHO这个东西就是居家办公嘛 是吧啊 就是就是在在你自己的家里不出门 有互联网干活 凡此种种啊 他当时在在好多好多年前他就预测了 所以托夫勒他有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 他是怎么推出这个阶段的呢 他把整个人类社会啊 分成三次浪潮 第一次当然就是农业社会了 过去的人养活自己都是靠守孽 打孽 后来就开始进入农业社会 开始种水稻 种棉花 种小麦 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农业社会 就成为人类职业的或者人类产业的第一次浪潮 那么第二次是什么呢 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 大家都学过的就是工业革命啊 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啊 就是大家都是围绕着工业在转 整个人类社会构成一个全球化的市场 工业产品这个互相输出啊 然后进口出口搞得是不以乐祸 今天就这么一个时代 第三个时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信息化时代啊 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 这个啊这么一个转换的过程中 那么第三个时代后期就成为后工业时代 它里面就有信息化的成分 所以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啊 在这样一个百叶凋敝的时代 我们应该要意识到 我们不要用那种过去的农业社会的 所谓的农业浪潮 或者是工业浪潮来思考 怎样养活我们 我们应该要用这个后工业的思维 用这个信息工业的思维 信息时代的思维 然后再去思考啊 你怎么养活自己 我怎么养活自己 我们应该用DIY的方式 用一种SOHO的方式 尤其是DIY的方式 你要养活自己 你你什么东西 你当你思考养活自己的时候 你应该要转型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到底怎样养活自己呢 按照这个托弗勒的观点的话 我们应该要不是去在外面找工作 应该回到家里找工作 这个思路一定要变 尤其是此时此刻 你外边你出去不安全 你回到家里 你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 而且又很好的养活自己 每个人都要完成这个转型 我说过这个趋势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 所以你听我的节目 如果你听进去了 你从过去的市场去外面找工作 比如说我要从湖南到广州 我要从这个东北到这个海南 这种思路过时了 你应该回到你的家里 然后思考你怎么养活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 他是写小说写的很好 他的小说也拍成电影也很火 他后来他就退回家里 开始卖他的土特产 把什么鸡 什么鱼 什么豆腐块 然后把它包装好 然后走快递 然后卖个全国的人 他这几年赚了不少钱 看上去一点都不高大上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应该是唯有读书高 万般皆下品 一个作家 你怎么会去不好好写书 你怎么去卖这种土特展 你要养活自己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劳苦愁烦 生活它是一副重的 你不能够搞这种虚土八老的事情 我觉得我这个哥们好朋友 真的做的很棒很棒 我觉得他的经验 加上托弗勒的什么DIY的经验 所谓的SOHO的经验 所谓的退回家里养活自己的经验 就像我此时此刻 虽然我专门太多钱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靠我做视频 靠我做公号 我可以养活自己 所谓养活自己 就是我不至于没钱去买菜 我看到我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朋友 这个一不小心就被隔离了 完了以后他就有四五十天过去了 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他的工资一个月才2000块钱 那怎么养活自己呢 所以他突然感觉到桌井建筑 坐池山空非常可怕 我相信这是每个人的心态 所以我今天特意做了这个节目 在一个百叶凋敝的时代 你我怎么养活自己 这是一个大问题 谢谢大家